暗暗的天空 變幻的浮雲 莫名卻又落下了雨滴 心裡的風雨 也無處逃避 你躲在屋簷底 在嘆息 慢慢的長路 重重的背負 容不得 你想停下腳步 心也疲倦了 只能堅持向前啊 期盼著有個人 來著雨 就在某一天 發現 付出的從前 後悔了今天 幸福的時光 就在某一天 看見 你美麗的臉 是世間最美 永恆的 預言 我方要求 除了四合院 一 二 作為房產抵押之外 合同上還必須寫明 張家大酒店作為擔保方 要承擔了這 也許多聽不見 從來這裡 去了 我可以說 多久 不然 嘗嘗 不停 我可以說 你哭 中國的嗎 中國的 沒什麼問題 那行 那我就先走了啊 謝謝啊 您慢走啊 合作愉快 再見 再見啊 谢谢 这次高资产重组 手续特别复杂 有一部分人 可以提前办理退休手续 我想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现在一想 这些老职工 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年 大家相处的也非常融洽 我这大心眼里啊 还真求求他舍不得 王经理 我叫你一声妹子吧 其实回想起来 这些年 我家里事情不断 对单位和领导 添了很多的麻烦 可是 我总是可以得到很多照顾 可以遇到像你这么好的人 我觉得自己 好幸运啊 陈姐 这些都是小事 都不值一提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不不不 如果没有你的支持 当时那个情况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每次遇到麻烦 关键的时候 你总是帮助我很多 这份恩情啊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 陈姐 客套的话咱就不说了 你看 在你办理手续之前 还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要求 只要在能力范围之内的 能做到的 我一定做 只有一个请求 只有一个请求 你有时间的时候 带上你的家人 到我们酒店坐一坐 我想请你吃顿饭 好好地感谢你 你太客气了 这个呀 是单位给退休职工 一人一份 一点小意思 一会儿你把它拿回去 谢谢啊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明天上午十点 开婚送会 会后呢 领导跟大家一起吃饭 请你务必要参加 我记住了 我一定会的 好 丁总 出来乍到 先熟悉一下这儿的环境啊 以后呢 花水湾 瓷化温泉度假村 这个项目 就由你来负责了 责任重大 我很怕担当不起啊 望董事长多支持 我知道 度假村啊 从开业到运作起来 肯定是需要一段过程的 但是以你的资历和经验 我相信肯定没问题的 好 这儿的前期筹备 是我一手抓的 除了温泉 还有几十栋别墅之外 我们这儿的绿化 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在招待客人方面呢 我们这儿有一百多建包房 而且可以举办一些婚庆 大型会议 一次能容纳一千多人 那么多 那咱们规模不小啊 还行吧 但是这儿最大的特色 就是瓷化温泉水 这种温泉水啊 既可以有保健作用 还能够治疗各种疾病 而且我们这儿的 每一栋别墅里边 还有温泉池 室内有 室外也有 不错 不错 那咱们这儿 离市区应该不远吧 也就二十多公里吧 但最关键的是 我们这附近啊 你看 有生态园 有高尔夫球场 还有滑雪场 可以说是吃喝娱乐 为一体 董事长 我看您的企业 多元化经营 已经形成很庞大的 集团企业了 目前啊 度假村才刚刚开始起步 其实我们做得 还远远不够 以后还需要扩大规模 嗯 一会儿下车 我带你到处转转 嗯 好的 嗯 老公 我走不动了 啊 你要不背我背 没问题啊 你看 这儿人这么多 万一被别人看着 我多丢人啊 这也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这夫妻俩 那光明正大的 又不是偷情 哎 媳妇 你说这才几个月啊 你肚子就这么大了 你不会怀的是双胞胎吧 你要给我生俩宝宝 那我就 美的你 还双胞胎呢 你现在是不是 嫌弃我肚子大了 我哪儿敢啊 媳妇 你现在啊 是重点保护对象 来 转身 随着我的脚步 请 这里 来 真是体贴的日威啊 我确实是有一点累了 等一下 灵 坐 白光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秘密 我不仅呢 给你还了这个宝宝 我还给你生了一个金宝宝 金宝宝 你今天帮我叫了 是不是想跟我说点什么事 你猜 你最近 有个特别关心的事吗 我现在最关心的事 就是你 还有你肚里的孩子 没了 没什么呢 你再好好想想 扩大公司经营 媳妇 你管姐姐去借钱吗 答对了 真的啊 你记得多少 我说 我来吧 媳妇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缘分哪 天无绝人之路 老天爷 我谢谢你赐我这么好的媳妇 还有一个儿子 老婆 老婆 你慢点 你敢动了胎气怎么办 媳妇 鸟气点 就一下 三下 妈 妈 妈 你怎么说过大姐的呀 你问这个干吗呀 我不告诉你 这兴奋来得太突然了 我突然有点不敢相信 你有这么大本事呢 你小瞧人 你不信你现在回去 我把那个支票砸你面前 你就知道了 媳妇 你就是宇宙中最美丽 大王 端庄贤惠的大美女 走 回家 走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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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买衣服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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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是不错的嘛 我怎么感到我像太监 好了 今天用课就上到这儿了 晚上的作业呢 还是教材最后面的那些题目 从一到最后 全都得完成复许托拉 不是 大姐 这么多呀 你要累死我呀 懒虫 这 从明天开始 每周一三五 我来讲理科 二四六 陈文讲文科 周日测试 念子 小四啊 他没上过高中 所以基础没你好 他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要向你请教啊 你也得辅导他 大姐您就放心吧 他聪明着呢 有的提我不会的他都会 比我强 行 行了 大姐 别静得吹 不过我们俩倒真定了一个 叫攻守联盟 每天看上了 比比谁成功好 行哪 小四 妈 妈 来 喝药了 烫了 慢慢喝啊 今天泡早了没有 泡过了 现在身体啊 比原来好多了 能够自理了 爸 你这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你这 以后妈妈都不去上班了 就要好好地陪你 陪着你学习 妈 您办退休了 好事啊 太好了 太好了 您辛苦了几十年 终于可以休息了 我也是想说 也该休息 好好地陪陪你 偶尔还可以去四合院 陪陪倩倩 对了 赵金生找过我 目的还是想找到倩倩 我跟他们也说过了 让他们提高警惕 小心点 这个臭流氓 他还想干什么呀 不行 你得提醒倩倩少出门 面对危险哪 这支票应该是张家大脑店才对 怎么是点了行的呀 我说你这人怎么一根筋呢 人民币不都是一样的吗 只要银子的问题解决了 不就行了吗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事妞妞姐知道吗 你费什么话呀 这结果都有了 你还在乎过程干什么呀 也是啊 亲爱的 我谢谢你 对了 那个 进口合同了 拿来我看看 你看你看 你这人就是这样 我办事你总是一百个不放心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那我以后什么事我都不管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这张支票是点当行的 难道张家大脑店也缺钱 也向点当行去借钱 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你想想 现在哪个企业不是需要资金啊 有那么多闲钱在账户上趴着 我明白了 就是妞妞姐前天点当行借钱 等会说咱们有钱了 咱们把钱直接还给张家大酒店 我太明白了 不过啊 这利息底咱处 对了 你还没跟我说利息是多少 利息呢 是有点高 月息是百分之三 借款呢时间是一年 但是我们要是资金周转了以后 赚着钱 我们可以先把本金给还上 这么高啊 做妈 你先高啊 那我还回去好了 这的确是有点高 不过既然已经这样了 利息高点无所谓 就要人情也在了 你知道吧 现在你借这么多钱 你都得有东西去抵押 别人才能借给你 回头我见到妞妞姐啊 我一定得好好谢谢她才对 那个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不必计较这么多 再说大姐肯定不在意这个事 倒是啊 你刚才你不相信我 你深深地伤害了我 这样 反正你给我洗脚 对 我突然下来了 我是一个洗脚的人 来 媳妇 大雨啊 我给你加热配吧 好了 左脚 右脚 好 老公 还是你对我好 你也不嫌我脚臭 你是我老婆又是准妈妈 现在你怀着生命 身体不方便 再说了 你给我生儿育女 又给我准备一个金娃娃 我就算再累再辛苦 我都心甘情愿 我愿意照顾你 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我真是现在要祈祷我儿子 我千万不要笑你 有嘴花舌 拼了挖急 我乐意 我就想着到时候 你给我生个大胖儿子 要是生女儿呢 女儿就不要了 我不早说过了 这生儿生女都一样 我娘能给我生女儿呢 你想 我能带着洗个澡啊 踢个球啊 那多好是吧 放心吧 就我这肚子 绝对给你生一个大胖小子 老婆 万岁 来 奶奶 来 白药吃吧 我不吃药 老天天吃药都烦死了快 不行 听话 一定要吃了 来 吃了啊 来 奶奶 您知道吗 您的化验报告出来了 血脂 血糖 血压三高啊 还有心脏的老毛病 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以后啊 一定要注意身体 这是头等大事 除了按时吃药以外 您还得坚持出去 活动活动 不能老憋在屋子里 还有在饮食方面 那些甜的油的 一定得少吃 实在不行 要不还是去住院嘛 我不住院 这住院又打针又吃药 还得输液 我在家多自由啊 最近一段时间哪 我真的懒得动 自从你老了一走啊 我一个人又孤单又寂寞 心里好烦啊 老想睡觉 那不行 你要总这样的话 你的体质会更弱的 你看小四啊 他为什么恢复得那么快 就是因为他经常锻炼 你看他现在走路 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奶奶 我倒有个建议 以后啊 小四出去锻炼的时候 您跟他一块去活动活动吧 伸伸胳膊伸伸腿 溜溜弯 对身体肯定会有好处的 我知道 锻炼肯定有效果 不过呢 我真烦哪 你妈辛辛苦苦地上班 你们年轻人 又忙忙碌碌 那小四啊 又学习又锻炼 还有燕子培 我这一个人在家呀 连个说话的都没有 我想啊 总给你们添麻烦 照顾您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只要您身体健康 这是我最大的福 这几天我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老做怪梦 梦见你爷爷 还梦见你爸爸 我知道他们可能是想我 我也感觉啊 我可能要走到尽头了 奶奶 奶奶您别这么说啊 奶奶您别这样 您手不好 前些天啊我太忙了 我都顾不上照顾您了 对了 我忘了告诉您了 我妈她办了退休手续 这样白天呢 她就能在家里照顾您 要不夜里呢 我过来陪您一块儿住 不用 不用你们年轻人折腾 你们那么忙 我也帮不上 我不能给你们帮到忙 您别这么说 奶奶这都是应该的 行吧就这么定了啊 挺我的 这样至少从早到晚 有人陪您说说话 不会觉得孤单了 好 娘娘 这车得多少钱 各种费用算下来 近六十万吧 怎么样 六十万 妈呀这简直太贵了 没必要太没必要了 车嘛四个轮子驮着能跑就行了 那就想当年 你老爸在农村 开着手扶拖垃圾 叨叨叨叨叨叨叨往前跑 旁边坐着你妈怀里抱着你 那不是也把你养大了吗 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车 爸您这想法呀太保守了 现在搞企业呀 形象非常重要 您看您经常出去谈个事啊 谈个项目什么的 没辆像样的车哪行啊 妞妞 这车是给老爸买的 你看你公司刚刚成立 老爸一点贡献都没有 你还给我买辆车 怎么能说没有贡献呢 因为您的一个点子 带来一个项目 这已经给公司 带来巨大的效益了 行了 不说了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呀想带你去看几个楼盘 也算是去看看人家的经验 行 这应该去 应该去 你说啊八年多以前哪 我真没想到小孙能恢复成这样 现在我终于放心了 对啊 那个时候 我们都很绝望 有些我每天都得工作 没法好好照顾她 还好有妞妞 像个姐娘一样 这么多年来 坚持着 每天都陪着她锻炼 真的好多了 可不 我跟你说啊 宋超的功劳也不小啊 对对对 不过这个归根结底啊 还是难了呀 生了一个好闺女 你说这妞妞啊 年纪那么小 可是做人做事 哎妈呀老牛了 那个时候 如果是在雪地里 恐怕就留不住了 还好遇到了你们 特别是现在 还给了她这么好的机会和平台 所以我一直说呀 你们是她的再生父母 功劳最大 哎呦又来了行了 缘分 这都是缘分 是老天爷安排咱们两家啊 走在一起的 这以后啊 等到小四跟燕子一块 那亲上加亲 我们一家人 就永远分不开了 我跟你说啊 我呀 妈这事啊 跟铁生说了 她可高兴了 哎呀妈呀 这白捡了一个大儿子 她现在你没看她 从早到晚干的呀 可来劲了 整天跟我说呀 你这个未来十年 我要帮着把张家集团 弄成这 弄成那呀 妈呀可惜劲了 哎对对对 有一个事啊 我一直想跟你们唠一唠 就是倩倩的事 哎 咱们是不是趁早 把她的婚事给办了呀 哎呀 也对 早点结婚 省得那个姓赵的 老来找麻烦 只是这丫头 这么不懂事 那要是结婚生子 这 这以后怎么办呢 哎呀妈呀 那怕啥呀 我跟你说啊 这女人一旦生了孩子 她就能成熟了 我们那嘎的 就像她这个年纪 比她小的早就结婚生孩子了 没事儿 哎 哎 我就说爸呀 这夜长梦多 咱们呢 早点把倩倩的婚事给办了 哎 就那赵仔 她就死心塌地了 她就不回来玩闹事了 你说对吗 就是 嫁出去的人 泼出去的水 收不回来了 我看哪 抓紧时间给她办得得了 妈 那你觉得什么时间好 我想想啊 元旦吧 因为元旦啊 亲戚朋友们都休息 这样挺好的 你说呢 我跟他们商量看看 我是没什么意见 那我看就这么定吧 来 里边请 这个就是客厅 然后里面是主窝 哇 行了 这个就是主窝 这间卧室呢 自带卫生间 你们感觉怎么样啊 这个是大三居 一百三十八平方米 设计的风格呢 跟你之前看的那一套 一百一十多平方米 还是有区别的 同样都是三居室 这个格局就更加合理化 我觉得还不错 爸 你感觉呢 行 风格 还可以 想来咱家自己的牢盘 施工的时候 咱设计方案 可以参考他们一下 那你就是觉得不错了 是不错啊 那行 那赶紧办个过房手续吧 好 这边请 你干什么呀 你还真要买啊 要买 买咱自己的牢盘 省钱 这多贵啊 傻孩子 行了 爸 这事你就别管了啊 一会儿再跟您喜说 爸懂了 你这想买了之后 跟宋超结婚的时候用 是吗 行 爸支持 走 你好 你好 刘怀姐 这两位客户一次买三套房 经过寝室的总经理 按九折计算 先付订金 等正式签合同的时候 付清全款 订金带了吗 优惠不少 我用转账支票的 来 帮我算一下 刘晓 嗯 怎么要买三套房 爸 我想啊 给你倩倩 陈文 各买一套 你胡闹 爸 等会儿啊 爸 你别走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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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别这样 能听我说吗 爸 你能不能听我说几句啊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买房了 你愿意给谁买给谁买 这事跟我没关系 爸 您先别急 您先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啊 我是这么想的 你看 燕子现在在北京补习 明年就得在这儿上大学了 再说她今年二十多了 跟小四又确定了恋爱关系 迟早是要结婚的 应该有套房吧 最主要的是您 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 整天辛辛苦苦 起早贪黑的 总得有个自己的窝吧 再说了 你也得为我妈还有燕子 他们考虑考虑吧 我跟你妈现在睡在马路上了吗 我们现在不是有房吗 东北老家那么大一套房子 想什么时候住就能回去 燕子和小四结婚 那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 干吗非得买房呢 北京买房多贵啊 咱有自己的开发项目 省钱可以自己盖 反正这房你爸不要 爸 你怎么那么固执呢 你跟妈还有燕子 以后会长期居住在北京 东北那套房 你肯定不会再去住了 再说了 咱们这个楼牌啊 等到它交房 装修 再到入住 至少得三年多的时间 你是我爸 我是你女儿 谁掏钱不都一样吗 反正你这么做不合适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爸 爸 您听我说 那你想想 当时你把你辛辛苦苦 挣的血汗钱全都交给我了 而且不计回报 你那么信任我支持我 可以说我们张家大酒店 如果没有你的支持 不可能有今天 那我给你买套房 算得了什么呢 妞妞 你是爸的女儿啊 爸给你钱那是应该的 我和你妈不是为了图回报 你这么做 就是把你爸当外人 那不就完了吗 我是你女儿 我给你买套房也是应该的 天经地义的 爸 我欠你的太多了 我们张家欠你的也太多了 这份情意 不是能用钱来衡量得了的 爸 你去收下吧 这样我心里能好受些 妞妞 你给爸买房子 为什么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 为什么 我也想跟您商量啊 可是我了解您的脾气 我要跟您说了 您肯定不答应的 别跟我说了 反正我不同意 爸 爸 行了 你就收下吧 我求你了 收下行了 不行 行了 爸 您就别轴了 赶紧去办手续吧 我不去 不是 那你把身份证给我 不给 借用一下 妞妞 这孩子 这孩子 老爷 您休息会儿喝点水 就这么点活 不是一会儿都干完了 您喝点水 来来来去 不着急 不着急 慢慢干 慢慢干 咱们不是给谁干活 我们这是享受生果 知道吗 然后我叫你姥姥炒两个菜 来 我们俩好好地喝点啊 老爷 他这个酒啊 说来真奇怪 他放在瓶子里边很踏实 可进度了他就闹腾 特别是喝多了 他身体还不舒服 您这 免得这么大了 一定要多注意身体 您少喝 没事 我心里有数啊 我喝了大半辈子的酒来的 我跟你说 现在那半杯白酒 我一扬拨下去 没事 您真是好汉不见当年勇啊 就我这点酒量 怎么敢跟您拼呢 王忠啊 你呀 什么都像军人 可就是这喝酒 军人的不是 不信 咱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你跟你姥姥俩 一块跟我来拼酒 到时候我非把你们俩 全都给喝啪下 小玩儿听见没有 跟咱俩叫板呢 好啊 咱俩俩今天吊着榜子 中思把他给灌醉不可 一言即出四马难追哦 行 赶快做菜 待会儿我们饭桌上见 饭桌上见 关于结婚的事 我和你奶奶商量过了 时间 就定在明年元旦 行吗 我觉得这个日子挺好的 你觉得呢 行 阿姨 我听你们的 那就这么定了 婚礼呢 我看就让婚庆公司来主持 地点 就在我们酒店的宴会大厅 时间是 上午十点举行仪式 嗯 行 不过妈 我时间说好啊 我得花点钱啊 我得去影楼 拍个昆沙照 然后呢 我还得去商场 买几身像样的衣服和首饰 哎呀 我人生就这么一次对吧 我得大扮你一场 我的看法是 息事从简 不要大扮了 特别是 你现在有了身孕 让外人知道了 也不太好 不如 我们就邀请一些亲朋好友 聚一聚 走个行事 啊 邓铭 你说呢 阿姨 我听你的 我爸 就是唐山老家那边 就光有姑姑跟姑父了 其他的亲人都没有 我倒是挺想让他们过来的 但是 有点远 我怕他们 倒是来不了 另外我公司有几个同事 还有就是外面有几个朋友 我这边也就两周吧 好 那我清楚了 我们这边大概是 八周 那暂时先按十桌来准备吧 行 那婚车呢 婚车 得上档次一点的吧 最起码得 敞篷大跑车 对吧 对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她说得挺对的 婚车 让婚庆公司来安排吧 我看档次适中就行了 不要太服装浪费了 那也不能太寒酸吧 那婚房呢 婚房设在哪儿 是不是邓明那儿啊 对啊这个必须的 那个我回去我给她 马上去装饰一下 嗯 对了还有妈 你给我什么嫁妆啊 我想呢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存折 你喜欢什么自己买 还好啊 你真的是我亲妈啊 这么了解我 真的 你给我买什么 都不如给我钱好 那你打算赔我多少呀 我想 还可以再商量一下 我目前的想法是 两万块钱怎么样 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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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万够干什么的呀 不行不行太少了 不是不是 那个挺 挺多的呀 你 你想要什么呀 两万块钱嫌少啊 那该多少 你觉得合适呢 你家女儿呀 这不得十万八万的嘛 再说了 这个张家大酒店 那么有实力 你家个女儿 你才给两万 你好意思吗 你说得出口吗你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我刚刚不是说过吗 还可以再商量的 该给多少 我们再讨论吧 您先别生气 阿姨 我有个提议 我觉得吧 结婚这个事 应该 让我来出钱 我觉得嫁汉随汉 穿衣吃饭 男子汉大丈夫 结婚娶媳妇 不花点钱都不像话 还有我就是觉得 嫁长这事 我觉得就是意思一点就行 多少都无所谓 再说我们年轻人吧 那个不当可老族 什么啃老族呀 都没有我告诉你啊 我人生就这么一次 必须得出点血 还有妈 你休想三官俩走 就把我打发了 门都没有 我今天就把话撂着 我如果不开心了 这回 这回我就不结了 你喊什么喊呀 你还威胁我呀 你爱结不结 不结拉倒 我不欠你的 阿姨 你们别扔钱 欠你是您的女儿 您知道她什么脾气的 心里不是那么小的 她口是金飞 郑伯阿姨 您说怎么做 我们就这么做 行了吧 说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怎么老是胳膊肘 往外拐呀 你这儿 你这儿第三下四 您把我摆在哪儿啊 行 行这事我 我不管了 妞妞这孩子 还真是孝顺 这房子呢 说买就买 你买就买吧 一下儿还就买三套 这孩子 心里只有别人 唯独没他自己 二十七了吧 可不用 你说这房子 婚事该操心操心了咱了 你说他整天啊 为这一家人忙前忙后的 按理说呀 他最有条件和资格 给自己哪套房子了 可是他不买 这孩子这事做得 可真是太仗义了 这事啊 你没你我他就算了 这么着 走他结婚 那事啊 咱就全包了 咱这当爹妈的 得好好表现表现 你说呢 废话 咱自己的孩子 咱不操心 谁操心啊 听你的 那是 好 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 今天我出的题目 量有点大 我希望你们啊 先把容易做的题目完成 把那难题呢 放到最后解决 还有一个小时 抓紧了啊 喂 老大 妞妞啊 我问问这个小四 情况怎么样啊 有没有进步啊 可 你每次给我打电话 首先就是问小四的情况 你有点太偏心了吧 行 我给您汇报汇报 小四啊最近挺好的 每天锻炼两小时 生活能自理了 除了走路有点慢 其他一切都特别好 你就放心吧 太好了 那我就放心了 我姥爷呢 我跟你说 今天那个王忠休息 他过来了 这家伙中午和你老爷 这一通喝 差你喝多了 俩睡了一下午 现在王忠起来 已经走了 四点多钟走了 你老爷也下去溜弯去了 姥姥 你可千万别让老爷喝太多酒啊 他年岁大了 酒喝多了伤肝 对身体没有好处的 你得控制他了 就你老爷那脾气 我管得了他 你们爷俩不一样吗 要想干什么事 就我从牛都拉不回来 不过没事 我尽量控制他 那个妞妞我就想问问 你现在没结婚 那事定没定 定了 在元旦结婚 元旦结婚 真是个好日子呀 那元旦前我们赶回去 行 到时候我去接你们啊 保重身体安了 好 好嘞 再见 我的 邓鸣 是我 张倩 我 邓鸣 您爱张倩吗 爱 非常爱 张倩 您爱邓鸣吗 我肯定爱啊 我不爱我跟他接什么婚呢 你们是静人介绍的 还是自由恋爱的 我们是自由恋爱的 好 好 恭喜二位 你们已见成为 中华人民共度国 合法夫妻 张倩 邓鸣 谢谢啊 祝你们新婚之喜 早生贵子 宁哥 谢谢您啊 好 不客气 谢谢啊 走 走 再见 和你们 这个心摆得稍微 再圆润一些 好嘞 超哥 好 小李 待会儿婚车来了以后 你盯住前面 好吧 婚车一到 鞭炮响起 还能理会儿啊 小赵 你负责 新郎新娘从车上一下来 理会儿 好 好 小三啊 等过几年 要和燕子结婚的话 如果我还健在 我给你们大办一场 搞得呀热热闹闹的 只可惜啊 我怕是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奶奶 您这说什么呢 又是 您今天刚七十三 再过四年 等我们大学毕业了 您这刚七十七 我这希望您最起码活到一百岁 反正不管怎么着 您必须得喝上我跟燕子齐酒 是不是燕子 臉皮也真够厚的 也不再害羞的 咱奶奶肯定能活到一百多岁 哪有你说 是吧 奶奶 瞧我们燕子真会说话 就找人喜欢 你爸你妈呢 怎么还没来啊 他们在四合院招了事呢 老老爷呢 你傻呀 你不动脑子想想 你说他们还能在哪 我把这事给忘了 你看 有你这么个聪明的媳妇 张胆肯定特别熟悉 张胆肯定特别熟悉 现在我们看到一对新人 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缓缓地向着人生幸福的殿堂走来 感谢所有来宾送上掌声 此时此刻 在所有来宾的祝福声中 一对新人 终于在所有亲友的见证下 在这里许下一生最为真挚的诺言 让我们再一次祝福他们 请一对新人相视而立 左手相牵 彼此深情地凝望对方 仔细地聆听这最神圣的誓言 请问新郎 你愿意娶眼前这位漂亮的姑娘 作为你的新婚妻子吗 我愿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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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问新娘 好 你是否愿意嫁给眼前这位帅气的男士 作为你的新婚丈夫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掌声 祝福一对新人 好 好 请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 好 面对所有的来宾 我们看到香甜的蛋糕塔 已经出现在了舞台一侧 请一对新人共同执起这爱的传讲 共同开启这爱情甜蜜的新生活 来 来 来 别动 别动 都别动 都别动 都五分 快 我抓房奖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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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听见没有 放下 我听见没有 我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有话好好说正确 别逼我 你 你 你 他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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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红尘滚滚 有一片海 从不徘徊 这片海 把时间冷暖 埋进心底 这片海 把春风花 羽绒进雪埋 朝着满天星光 潮落满地花开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点燃希望 把真情送来 啊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装扮人生 躲在木台 啊 啊 啊 有一片海 奇迹整整 有一片海 未曾更改 这片海 把生活沧桑 淡在街上 这片海 把阳光 雨露洒满胸怀 啊 心眼聚在手中 追寻步履澎湃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拥抱幸福 勉强 勉强未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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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海 暖暖的海 是这光明 把美好彩摘 啊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拥抱幸福 勉强未来 啊 啊 啊 贵人生的海 吧 是此一天